太行,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养之下 砍了你吗 这个小孩做梦都没想到 以堂堂摩地转世 居然被一个练习七老六 用打火机被营修 没想到 师尊给我熬制的红糖水 居然有提升血脉的效果 师尊对我也太好了 要是每天都能喝一碗 我有信心在短时间内突破到助击中期 呼尔,出来见见你的小尸体 呼尔,介绍一下 这是小白,是师尊新收的道工 也是你的师弟 师尊从哪里捡来的小孩 这师弟,好小啊 小白师弟 师姐好,好漂亮的女子 呼尔,你安排个宿舍给小白 为师有点事,要去忙 你这老灯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去掉龙吗 好的,师尊 小白,以后你就在这逍遥风上修炼 没事尽量别下山 知道了,师尊 这次的特殊锤钓机会 不知道会钓出啥东西 恭喜宿主锤钓出第六件特殊物品 打火机 打火机 蕴含无尽真言 可燃烧时间一切污秽气息 气孔,打火机都给我了 再送我和华自费 给火不给华子 我要这打火机有什么用 师姐,师尊每天都在钓鱼吗 是的 难怪师尊销位这么热 原来是天天钓鱼 不过这样也好 等我修炼一段时间 到时候这逍遥风就是我说了算 小白,我很好奇 你这么小,是怎么修到租基的 就算是世家大祖子弟 也不可能不满十岁就足迹啊 我,我也不知道 这师弟绝对有问题 师尊啊,师尊 你收到棚 也得查清楚人家的底细和身份啊 不过还好有本地在 能时刻盯着点 小白 小白你过来 天气冷了 来烤烤火 你妈,你脑子是不是有坑 大热天的烤什么火 这火,好舒服啊 砸这都清理干净了 可以让小白开始修炼了 小白,这本玄黄诀 你先拿去修炼 为时去给你买几件衣服 多谢师尊 这师尊虽然是个练技废柴 但对我还是蛮好的 罢了,以后本地实力恢复了 大不了不杀他 直接打费他当我的道头 然后师姐做我的侍女 这小徒弟真可怜 体内有那么多不干净的东西 居然还能修炼到助击 还好有为师帮你清除了 不然以后你可要误入歧途了 老子堂堂魔帝 修炼的功法比你强大十倍百倍 还不会修炼你的破功法 我魔功呢 我体内的魔能怎么不见了 那个火,一定是那个火 狗贼,回我修为 我与你不共戴天 小白师弟在鬼叫什么 难道师尊折磨他了 小白师弟,你怎么了 我的修为废了 绝不能让师姐知道 我没事师姐 只是踩到石头了 等回头师姐给你找双鞋 多谢师姐 不用谢 如今修为济师 重修极乐魔点 无法掩盖气息 很容易被人察觉到 看来只能修炼这垃圾功法了 咋回事 这玄黄学会不会有问题 以本地的天宗神资 咋到现在都没领悟入门 算了,还是去问问师姐吧 师姐,等等我 干,换了自己没有修为了 都怪那个狗贼师尊 你给我等 小白,你没事吧 没事,师姐 这功法我不会 你能教教我吗 你不会 这功法很简单的 是个人都会啊 简单 师姐,你没搞错吧 这还能骗你 师姐,我一晚上就领悟了七层 修炼这玄黄学 不是有手就行了吗 小白,你看好了 什么 这,这是龙凤城墙 你拿的这些衣服 可都是上好的冰残所至 我也不坑你 就七十九两白银 怎么这么贵 那个老板 我没带钱 可否稍等一下 我去星河宗 找师兄要了钱 再下来给 一个仙人 怎么可能会没钱 我看你是没认真修炼吧 仙人 既然你没带钱 那就等你带了钱 再过来买吧 我这小本身 也盖不赦账 这不是夜天师叔吗 好久不见 长青师指 你带钱了吗 能不能帮我 先垫付一下 回头你找中主拿就行 我带了 但我就不见你 你能砸低 不就七十九两白银吗 这钱我付了 你是 万花风花子苏清婉 见过师叔 原来是师侄女啊 那就多谢了 夜天师叔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 当年要不是你 清婉 怎会有如今的成就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 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 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 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被一只甜果按在地上疯狂闻 吃点什么样的 土耳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也不知道以后 谁家的猪能拱到这颗大白菜 师尊 土耳给四不养颜红糖水 快趁热喝了 多谢师尊 你好好修炼 别老是偷懒泡澡 我给你师弟送一碗去 师尊好 来小白把这红糖水喝了 服补身体 这老邓好端端的送我红糖水干嘛 上次叫我烤果 结果把我的修为给烤没 这次又来送红糖水 鬼知道有没有毒 师尊 我身体好着呢 不需要喝红糖水 小白乖 喝了有助于修行 你师姐最近天天喝 修炼起来嘎嘎吗 师姐也喝了 那没事了 他总不至于连师姐都坑吧 多谢师尊 这是维师给你买的衣服 你拿去换上吧 好好修炼 等你要助击了 跟维师说 维师给你 找助击之物 尼玛 要不是你把我的绣为烤没了 我这是重新助击吗 罢了 如果你找的助击之物比较好 那本地就放你一码 要不然 本地可不了你 感觉离突破 又进了一步 师尊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灵样 师尊把天才地宝都给我和小白 也不晓得给自己留一点 等本地实力恢复了 一定要好好报答师尊 师尊给的红糖水不错啊 居然让我又提升了一层修为 我力量呢 咋感觉拳头软绵绵的 不可能 我肉身吃力怎么变弱了 难道是那碗红糖水 你个老六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你回我绣为就散了 现在又回我魔虚 狗贼 我魔地与你不共戴天 等世界不再逍遥风 没人保护你 你看我弄不弄你 是谁在想我 哎 有果不滑子 这谁顶得住 看来还是得去找秦师兄 他上次制作的迷香就不错 野天师弟 今日咋突然想起来我欲受风 秦师兄 上次你不是去我那喝茶点了香吗 我过来问问你那种香 还有没有材料 你要木珠也 醒神香干嘛 那香我闻着味道很好 想制作一点自己用 既然你自己送上了 那可别怪师兄我坑你了 野天师弟 你说的那醒神香就栽种在灵兽园 我现在也走不开 这样罢了 我让秦兽带你进去 如何 那就多谢秦师兄了 秦兽师局 你这是几天没洗澡了 这么臭 难道是上次被分了 还没洗干净 你懂什么 这是妖兽分制成了驱兽香 抹上能够预防妖兽靠近 除了喜欢吃屎的望月犬号这口 等你进了灵兽园 有你好受的 师叔说笑了 咱们进去吧 妖兽天天这么吵 还能好好休息吗 这玉兽风的弟子也太可怜了 还是我逍遥风好 哼 果然是个废物 听到妖兽咆哮声 就吓得走不动怒了 就这还敢来我玉兽风 师叔 这里的妖兽很残暴 你切勿靠近 否则一旦他们突破阵法 就算风主来了也救不了你 这 这是原鹰凶兽 幽灵猫 你哪弄来的 原来你叫幽灵猫啊 正好带回去 给大托儿当宠物 这咋回事 性格凶残的幽灵猫 怎会变得如此乖巧 难道是发情发婚好了 秦兽失局 发啥呆呢 走啊 师叔 你要的东西就在前面 你自己去采摘吧 我在这等你 记得注意安全 好的 师叔 我可提醒你了 药田附近有妖兽守护 若不安抚好 他就采药 到时候出了事 可不关我的事 这么多邻居 这下滑子又着落了 啥情况 守护药田的妖兽咋睡着了 该死 早不睡晚不睡 偏偏这个时候睡 真是没用的东西 看来还是得我出手 阿豹 你去给前面的人一点教训 别舔 我都说了别舔 你烦不烦啊 望 望月犬 糟了 我身上涂抹了妖兽粪便 我不是屎 你别过来 烦不烦啊 我不就采你们点药吗 至于这么小心吗 好恶心啊 舔狗 真是要不得 禽兽失举 你慢慢满 我先走了哈 磁田狗 你给我滚开 叶天师叔别走 救救我 出手 找到 你们俩把禽兽抬出去 可恶 居然少了大半米香淋水 肥油 让你看手要舔 你却在这睡觉 要你何用 帝 你想干什么 乃那个腿 刚刚那个男人我惹不起 你 我还不敢顶 龙卷 禽兽 会停 四肠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眼前这个老六有多会玩 为了制作华子 竟拥了这种功能的人 狮尊 古尔 这只猫 送给你当宠物 诶 这 这是幽灵猫 狮尊 你从哪里捡来的 在御兽峰看见的 觉得可爱 就给你带过来了 这幽灵猫 估计还没成长起来 不然狮尊早就被吃了 正好可以当战兽养 多谢狮尊 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纸鸥 小幽 哪个好听呢 不如就叫大局吧 刚好咱逍遥羹 有个大黄 都是大自备的好 哪里好了 大局不好听 你同意了 可恶 这么垃圾的名字 有啥好听的 禽兽 灵兽原理到底什么情况 危险区域的妖兽 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交配 生活区那边的妖兽 也都远离我 我无法操控他们 药田内的兰猪 也在沉睡 可恶 早知道就晚一天 再让夜天那混蛋进去 白白损失 大半比药兵职 这下弟子们 想见零兽员 就更难了 反正我是再也不去了 师尊 要不要把望月全宰了 我们吃狗肉火锅 你有本事你就去上 望月全本 就是原因凶手 尤其是到了晚上 月亮出来之时更加凶猛 不听话的狗 还要它干嘛 其实望月全 还是蛮听话的 就是口碑比较独特 那我可否祸水东引 你小子又想干嘛 师尊 我想将望月全 引到逍遥风 顺便寻找逍遥风的灵兽 我累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了 就是这个味道 这小感觉 一下就上来了 这 就是什么味道 糟了 这是 冥香 是水在暗酸本地 是谁 竟然敢在星河中放 这一刻 整个星河中处了夜天 所有人都昏迷过去 再加点干辣椒 冰糖 薄荷叶 成了 没错 就这个味 这下不愁 没消遣的东西了 拿去给两个图儿尝一尝 看来大图儿 今天怕是没有口福了 怎么大白天的都在睡觉 这两幅地也太懒了 天赋不好 还不好好修炼 宗主 昨天到底出啥事了 怎么大家都离奇昏迷了 我猜测 昨夜是魔教的人 在我星河中放 排好本宗主机制 昏迷前强行开启结界 这才幸免于难 宗主应连宁 魔教也太卑鄙了 打不过就放毒 宗主 属下建议 讨伐魔教 彻底铲除他们 是啊宗主 连魔教老祖都挨不住你吧 没想到他们还敢如此嚣张 此事以后再说 我们先搞清楚 魔教为何会来我星河中放弥雾 大长老 魔勒公的间隙调查的怎么样 没有丝毫见索 继续加强戒备吧 一旦有魔勒公的踪迹 立刻汇报 咋回事 我怎么突然睡着了 难道是魔教中人入侵 糟了 我得去看看师尊 我还活着 吓死宝宝了 还以为本地的身份暴露了 有人要查本地呢 不过这名言到底是谁放的 难道是那狗贼师尊 这小家伙又突破了 按说跟了我之年 每次有好东西都会分给他 应该早化身成龙了 咋还是鲤鱼的模样 你俩咋来了 正好给你们尝尝 师尊的大宝费 师尊这状态不错呀 看来是没什么问题 师尊这是啥东西 华子牌放放糖 说一口贼上头 好家伙 忘了他俩修为太低 承受不住迷香的药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